台湾方面我们继续来关心台湾的政坛人物 民进党副领导人参选人苏家全家族祖坟再惹争议 国民党立委邱毅指控苏家全祖坟违法占用了公家土地 还建在了农牧用地上苏家全坦诚违法不排除迁移祖坟 苏有爆料天王的国民党立委邱毅持续指控民进党副领导人参选人苏家全家族位于屏东县的祖坟违法占用公有土地 苏家全先生的祖坟占用了我的农牧耕地而且是承租来的 已经是千真万确铁证如山100%占用苏家全先生要道歉 据了解苏家全家族祖坟所占用的土地性质属于公有的农牧用地 面积共1668平方公尺 每年向官方承租的租金约人民币500元 依法不得从事农牧耕座以外的用途 邱毅还爆料这笔土地原来是由苏家全父亲重租 但是在苏家全父亲过世后到苏家全担任屏东县长之间长达14年期间 承租人竟然都还是苏家全父亲的名字 面对绿营质疑邱毅的爆料还可能波及周遭一般民众的坟地 都要因此从原地迁离 邱毅提出空罩图片一一辟谣 邱毅说的是不是真的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苏家全低调同志只好挺身挡子弹 我想选都会用他的选招给予监督 到底他讲的对或不对 或是他讲的是不是有道理 我想他也要面对选票的制裁 连民进党都不否认占用公有地的事实 为了避免争议扩大 苏家全考虑和家族商量之后迁移祖坟 奥亚卫视周经为彭志华 台北